MING PAO CANADA 或是 阿彌 MING PAO CANADA 或是 阿彌 MING PAO CANADA 或是 阿彌 MING PAO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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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集和大家看過沙田的樽岸八號風水之後 既然來到沙田 我們一年兩集看了另外兩個指標屋卷 它就是沙田中心和好運中心 我們首先說一下 在環博街2至16號的沙田中心 這個沙田中心是屬於沙田市中心 最早一批落成的私人屋苑 總共由八座樓組成 八座樓排列成一個C字形 根據資料所得 落成的年份介乎於1981至1982年期間 最特別之處就是 八座樓的名字都是用了一個零字來建 例如東陵大廈、海陵大廈、 街陵大廈、唐陵大廈等等 雖然柳陵也有差不多 但看上去也算是新井 因為它分別在1995年和2008年 都做過大翻新工程 另外大家可以看到 好了 在正旁邊就是下一集我們要說的 好運中心 好運中心也是有八座樓 而且排列的方法和沙田中心都很相似 一樣是排列到一個C字形的形態 如果將這兩個屋圈合併來看的話 就剛剛好 忌忌忍組成了一個O字形 我想特別說一下他們兩個屋圈之間的露天位 其實對兩個屋圈來說 在風水上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正所謂一隻手就拍不響 這個中央露天位 現在被兩邊C字形排列的大廈包圍著 可以做到一個藏風聚氣的功效 一般來說 布局上有一個藏氣位 對人丁健康運勢都有幫助 加上在這個中央露天位的範圍平台 是屬於商場和食肆的部分 所以同時都聚到人氣 這種設計可以產生一個互補功效 沙田中心另一個主要的朝向 就是剛剛向相反的方向 也就是向新城市廣場西南一邊 如果大家熟悉沙田 都應該知道 這裡絕對是沙田的地標 沙田的中心位 尤其在現在的朝向 可以看到由沙田大會堂 一直去到新城市廣場露天的綠化的定台範圍 以至去到城門河一帶 這一大片地方 所立的都是屬於空曠而且闊落的景物為主 不過以向這邊幾座的座向來計 線道上不算是當旺 所以今次是外部的景物好 但是與線道不算配合 否則旺塞的效應應該可以發揮得更好 至於還有其餘兩個的朝向 分別是現在我們看到的 向東南沙田中央公園的這邊 這邊以坐向線道來計算 是屬於旺塞的線道 前面的中央公園 也是屬於自己近身的名堂位 而愛名堂就是再對出的城門河 財位見水 而且有闊落的名堂可以聚到氣 對吹財有加分的功效 所以我比較喜歡向這邊的單位 最後就是向西北相反方向 沙田廣場的這邊 其實向這邊這兩座 在線道上來說都不錯 正向也是立向旺塞的線道 但無奈就是前面的景物 是以樓望樓為主 被對面的沙田廣場遮擋住 名堂不夠大 聚水的效果也不夠強 所以旺塞的效應 也不及向東南中央公園那兩座 看完四個主要朝向後 讓我總結一下 沙田中心雖然屬於舊運的物業 但勝在與旁邊的好運中心 有一個互相輔助的功效 加上外局的部分聯頭也算是配合 對其中有幾座 在吹財上都有不錯的發揮 所以我會給一個中等以上的分數